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并不完全是复原阿美祖的组法 而是从阿美祖的组法的制作技术 还有文化去获得启示 然后去复原一个可能比较合理的想象的 三万年前的这个船 为什么我一直持续一直要一直要一直坐这艘船 其实我对这个传统工艺有心 而且很想把那船走下来 让我们阿美祖能够结醒过来 醒过来我们有这艘船 让他们围绕 他也尚心时跟别的能够一些交易 海上行驶的船 世代转变 在现代科技的发展 要跨越岛与岛 国与国不是难事 但是要回想过去三万年前的环境 用当时的生活条件来跨越岛国 对现在的我们来说 已是遥不可及的想象 差不多三万年前后 日本的沖繩列岛有160多个岛屿 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在各个岛屿都出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社会 虽然不是很大的社会 可是也是小聚落 可是是小聚落的话 就不可能是因为一次的打鱼活动 落水 或者是遇到暴风雨就被漂流到这个岛上 那样的几率不太可能一下子就跑出各个岛屿上有人类的踪迹 所以他们就认为很强烈的认为是有目的的航行 那如果是有目的的航行 那就是一定要解决海上交通的问题 那就是一定要解决海上交通的问题 这项跨国计划从2012年开始 日本考古学界发现 沖繩岛上不仅有贝壳 人骨出土 也发现起火痕迹 跟旧石器时代的台东长宾文化类似 根据研究推论 石权人类进入日本列岛有三大路径 第一条是38000年前的对马海陆 从朝鲜半岛经由对马海峡 在日本九州登陆 第二条是北海道海陆 从欧亚大陆北部途经枯叶岛跨越津青海峡登陆 第三条极有可能就是台湾沖繩海陆 从台湾东部出发 越过与那国道到达沖繩 因此国立日本科学博物馆与台湾史前博物馆合作 要共同打造一艘足以跨越黑潮的竹筏 了解什么船 然后知道那个船的样子功能以后 去学习怎么做 去访问老人家 这个传统的做法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探反的过程当中 还要实验 用旧石器时代的石器 能砍竹子吗 能采腾吗 能削皮吗 这些都要做一些实验 然后才要去理想 我叫他说理想 就是去想象 那个三万年前的船 应该是要怎么做才合理 漂亮 终于出来了 透过 pela蒋之后 就装开来就 coincidence 这个样子 是 billions 对 他是 天津 在大和 三万年前使 recuer 是 是 这一堂五十岁 伊林 这一堂三十岁 会整 他从不着这포 三万年前的人们用的工具 做成的工具 三万年前还没有铁 铁的铁材 没有铁材 那种材料是没有铁材 这种铁材 我们实际上证明 所以 这是三万年前的工具 做成的工具 谁来做这艘煮法 将学者研究的内容 画成实物在海上滑行 是这项计划中 很重要的角色 史权馆担负了这项 重责大任 带着海部阳界教授 拜访东海岸仍有制作 主法的阿美族部落 騙寻能够施作的 其佬 途中碰上原定要施作的 其佬不幸过世 最后找上马兰部落 的老外賴靖隆 来担负这份工作 从2013年 就开始为这个题目到台湾来 我协助他 当时最重要的就是要来 希望能够了解 台湾方面 传统的海上交通工具有哪些 其实这样看起来就是祖法 那当然 我们 会做祖法的族群 就是阿美族 最主要 所以也带着他 去走访阿美族 还会做祖法的祈劳 部落 走了好几个部落 像去过都立 去过长冰的真饼部落 也拜会过马兰部落 都兰部落 这些 我们是从阿美族的传统 组法里面去获得 资讯和启发 然后去想像 三万年前的 这个死前人类 用他们那个时候的工具 可能会怎么做 这样做出来的 要怎么样才能够有效 有效才能够走上大海 那当时我的感觉 又兴奋又那个 又觉得 做东西 因为就是传统东西 如果是我做做不好 找到会被部落的人会 会笑 不知道怎么样 最后他还是又会 推一推来找我 那他就来找我 那我因为 既然没有做 那我也是 来承担这个工作 也是替阿美族 做这艘船的组法 而且又是 要跨越黑草 而且要经过这个 黑草这个部分 又是长途 滑行 我第一次崩溝这种 又那么有地方 而且要经过黑草 我还真担心 我这个船 我做的能不能生过 这个黑草 跨过黑草 滝の船 滝の船って 簡単にできるって 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 滝はたくさんあるし だけど本当に奥が深いです 滝を選ぶところから始まって 山に入って それを切って 重い滝を 運んでこないといけない 今の僕らは トラックを使いますけど 3万年前の人たちは 自分で歩いて 担いで持ってこないといけない ですよね それから塔を取る作業も大変だし もう全ての工程に いろんな努力が必要です 力も使わ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し 汗もか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し それから考えないといけないし そういうことを いろいろ目で見て 3万年前の世界も 本当に技術のある人たちが やっていたんだろうなって 想像しながらやっています 同時にアメ族の人たちの いろんな工夫とか技術とかも 驚きを持って ずっとずっと見ていました 用阿美族的傳統工法 來推測3万年前的 船的模様 來自台東馬蘭部落的 賴静隆老外 使目前少見 仍然学有 傳統製船工藝的法器 並在103年就 参与製作 回復阿美族 傳統竹帆船 反映的造船工作 但是這次 與日本科學博物館 合造的船 與阿美族 傳統竹法 仍有不同之處 為了要跨越黑潮 這艘竹法 必須要有速度 重量也要精算 因此在試作過程中 讓老外 碰到了不少挫折 大概有一點像是 但也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他們結構上 因為我們阿美族 主法律要刮刮皮 那日本是不要求說 不刮皮 那我也是很掙扎 我已經習慣做刮皮了 因為就不要刮皮 我的目標就是 讓他這個船能夠輕 又結實 可是他們說不要刮皮 不要刮皮的話一定會重 那因為刮皮重的話 不刮皮會重 那造型這個船就是 不會跑不快 那他們的要求下 跟我的想法都會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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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露差 其實每次我在座都很掙扎 長11米寬度1米2 重達七八百公斤的竹筏 比阿美族傳統竹筏 足足多了3米長 花了三四個月的時間 終於完成 勞外為這艘創造歷史的竹筏 取名為伊拉號 抓到大海 今年6月11號 伊拉號竹筏 從台東大五漁港出發 橫渡險峻阻礙的黑朝代 歷經16個小時 中途還碰到下雨 滑手體力不支 終於抵達綠島 締造實情人類牽引時的研究新紀錄 同時也印證了阿美族傳統的製法技術 足以應付海上的考驗 先試試看這船 在海上的速度上的速度 再試試看黒潮的海域 在海上的速度上的速度上 その上でどれぐらい南から出発しないと 緑島まで行けないという計算をしました ちょっと残念ながら 台東圏の中でやら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制約があって 僕らはもうちょっと南から出た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それは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すが それと残念だったのは途中から強い風が吹きました 向かい風で それで船がちょっとコントロール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それでちょっと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ところがあります これはでも考えさせられるところがあって 要するにちょっと運が良くないといけない 途中で風が吹き出しちゃったら漂流し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 やっぱりそれぐらいで漂流してしまう船ではなくて もうちょっとやっぱりスピードが出て それぐらいの風に対抗できるような船ではないと つけ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ことを今考えています その意味でもう少し改良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かな 3万年前にはそれだけの技術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な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 これは科学的实験 そういうちょっとの問題なのか 私たちがやっぱり船をもう少し改造しないといけない もう少し速い船じゃ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ような 変更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のか そこをこれから検討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このような船を見るときに こういう風に対抗できるようになる このような船を見るときに 大太陽の下 人類は半個小時の日曬 そのような船を見るときに この船を見るときに この船を見るときに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きに 体が減られない でも18海に 41公里 船を見るときに 都已經被曬到起泡了 更何況 你要带粮食 要带水 這些 要怎麼带 怎麼 你不可能拿現在的 最好的鋼製的水壺 或者塑膠製的水壺 那當然用現在的設備 那是很容易 現在的技術 可是你要想像古代的 特別是3万年前 他們要裝水 要怎麼裝 他們面對這種大太陽的情形 怎麼裝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來想想看 如果不是有目的的航行 有準備的航行 而是一個臨時的漂流 可能半天 它就沒有水喝了 我們阿米特的船 能夠發到力道 這個是一種創集 那也希望說這一次 就用這次的活動 提升出我們阿米特的船法 是過去老家的智慧 是對的 只是說我們年輕人 要多多學習傳統技能 主要是 就是用傳統古法的方式去捆綁 像這個藤的部分都沒有鬆脫 我們覺得基本上船結構是沒有問題 昔の船で 3万年前の船で候補としては 草と竹と木があるので 去年草を試してます 日本で 今年初めて竹をやりました この竹については もうちょっと改良点があると思うので それは少しやりたい それから木の可能性も 検討は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それを来年までに間にやって どのモデルが一番いいかということを 決めてから2019年の本番に挑みたいと思います 伊拉浩走出的跨海路 寫下了歷史記録 也重建了阿美族的海洋文化智慧 更加深了製作主法的傳統工藝 在老外賴靖隆法記心中的地位 未来這項跨國計画 仍然會持續進行 伊拉浩會再調整 最終目的是2019年 從台灣滑向於那國島 而傳統製船工藝的最終目的 是永不停歇的 希望下一代來接棒 希望更多人承接學習這 永不滅的智慧 永不滅的智慧 一位 永不滅的智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